因为我们的目的到最后 记得到最后 不管今天你有多少的财富 地位有多高 你的前途有多好 家庭有多美满 我们到最后 都避免不了 有生必有死 所以希望我们这段时间 我跟你们就好像同餐道友 同餐道友 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同生极乐果 说实话 这个是我们最向往的 也是最希望的 希望这一生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 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确实真的 很苦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世间的万元 世间的一切法 我们应当不要过于执着 虚言就好了 有就有 没有就算了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把这个 去思维 去思考 我们这一生 死要往哪里去 生从哪里来的 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我们来到这个时间 是为了什么 那世间 要往哪里走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思考 有一个居室 这位居室 他是一位企业家 生活非常富裕 他问我一件事 他说师父 世界上真的有妖魔鬼怪吗 那如果有妖魔鬼怪的话 那怎么样去辨别 怎么样去分清楚 这个妖魔鬼怪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直接跟他解答 我说有啊 在我的面前有一个 我就跟他讲 在我的面前 我说很多 非常多 尤其是在末法期间 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 愣眼睛就是这个道理 我跟他讲 我说 在我的面前有一个 他说谁啊 我说你啊 师父讲话就比较直接了 因为大家都认识很熟了嘛 我说 是你啊 他就 问我这个事情 我就跟他解答 我说现在啊 谁人我们长得像 身在这个人道 我们的面貌是人 但是我们的心 不是人心 这是真的 我们虽然长 我们生在这个人道 面貌是人 但是大家你去思维去看一下 虽然是人 但是他不是人心 他们的心都是妖魔鬼怪 怎么去分别呢 你看那个愣眼睛啊 佛不是告诉我们吗 邪师说法如恒合杀吗 尤其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第四卷里面 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这一部经非常 在第四卷里面 这一段经文不长很短 佛在认言经的第四卷 佛在认言经的第四卷 称为四种清净明慧 这一品 就是说 有四种清净明慧 在这一段经文 佛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这一段经文 就是在讲什么 就如同 好像造妖镜一样 如果学习这一品 这一卷 你的眼睛就如同孙悟空一样 你在生活里面 你会过得很自在 你的眼睛会像孙悟空一样 你看孙悟空好厉害 哪一个是妖 哪一个是神明 哪一个是妖来害他的师父 或者哪一个神 要来救他的师父 他的眼睛一看就知道 因为孙悟空 大家应该有看过 所以这第四卷里面 就如同造妖镜一样 那这一品 这一卷是讲什么呢 就是为我们辨别四种 哪一类是妖 哪一类是魔 哪一类是鬼 哪一类是怪 分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尤其我们生活里面 这个上班工作 在这个任言间第四卷里面 大家应该去参与一下 去学习一下 当你在处置待人觉悟 你是怎么样去化解的 你就很明白 所以为什么释迦摩尼佛在这一部《愣言经》 在这个《灭法经》里面 不是《愣言经》 这是《灭法经》 有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就是《愣言》 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愣言》 他讲什么呢 他说将来 所以释迦摩尼佛所讲的一切经 哪一部经先灭掉 先消灭 就是《愣言经》 《愣言经》这一部经先灭了 然后最后的就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的大本就是《无量寿经》 我们讲的是《无量寿经》 其实它都在讲《弥陀经》 最后的 那为什么《愣言经》先消灭呢 因为这些妖魔鬼怪 它对于这一部经非常的头痛 很讨厌 所以想尽办法 要怎么样把这一部经 把它消灭了 它才能够作怪 如果有这一部经 它很难作怪 所以先把这一部经消灭了 它才能够作怪 所以你看以后 这一部经消灭了之后 或者我们讲现在 这一部《愣言经》 开始要慢慢消灭了 那如果消灭之后 我们很难辨别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的 有时候它装得很像佛菩萨一样 你看它现在好像在修行 哪一个念珠 其实我们不知道 它真的还是假的 它有时候装得很像 类似的 装得非常像 有时候我们把它当作佛菩萨 供给了 这个非常危险 所以我鼓励大家 有空把这个《第四卷》 《愣言经》 去学一学 去看一看 你就明白了 尤其这一部《愣言经》 不是普通经典 以前在印度是当作皇帝 把它当作国宝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这样辨别 所以你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虽然面貌 我们的面貌长得是人 但是我们的心不是人心 在这个卓传里面讲这一句话 人气长 则妖息 什么叫做长 长指的是五常 人如果失去这个五常 它不是 不是人了 它就是妖魔鬼怪 虽然它长得是人 但是它的心 它的起心动念 云与造作 都是跟妖魔鬼怪是一样的 你看那个五常是什么 仁 义 礼 智 信 人没有仁义了 你看 我们佛家里面讲五戒 不杀身 人没有仁 人 人 没有义 没有讲理 没有讲信用 所做的 所学的 就是写思写见的 你想一想 它跟谁都在一起 就是跟妖魔鬼怪在一起的 那现在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的心是不是跟妖魔鬼怪在一起的 你的态度 你的言语 你的个性 你的想法 你所作所为的 你是不是跟圣学人一样的 还是跟佛菩萨一样 或者你跟妖魔鬼怪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跟妖魔鬼怪是一样的 将来的几乎都在山土了 所以这个《愣眼睛》里面 为我们指这条路出来 希望你们有空去学一学 这一段经文不长 你慢慢去听 慢慢去学 老和尚以前有讲过 在美国他有讲过 你就有空去听一听 去看一看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来介绍 顺便来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眼睛没有智慧 没办法辨别 这个是真 这个是假 这个是对 还是臭 我们真的有时候辨别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会犯那些糊涂 做一些糊涂事 这个我们必定要清楚 要明白 要不然以后会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尽头 这个必定要知道的 好